嘉義市府外民眾排隊快到馬路上 隊伍不動 有人乾脆坐在小板凳上等 嘉義市滿千送百跟加倍券 兌換進入第三天 民眾到現場依然要等一個小時 市府一樓滿滿人潮 領券和預約的窗口 服務員手沒有停下來過 只是有民眾不知道已經額滿了 加上人太多 工作人員只好出動大聲工 如果沒有號碼牌的 今天的名額已經都滿了 只剩下預約的 現場名額滿了 排隊人籠還是超級長 但預約的一樣也要等很久 市場買吧 到達市場 我們上網預約的學校 有一點太慢 那我想我們在第一天的時候 也跟我們的所有的貴賓來說抱歉 因為真的太踴躍了 那變成說我們網路的部分 平凡有一點點處理不及 那我想我們經過兩天的一個作業 我們隨時滾動的調整 加倍券發放 外縣市民眾開放三百名預約 五百名現場排隊 在地人也有滿千送百活動 只是從第一天開始兌換動線惹民怨 到了第三天仍然狀況不斷 TVBS新聞基建跟嘉義報導 既然是好康就希望可以快速的領到 同時趕快拿去消費 有二十五萬七千人抽中 新北市的加倍券 已經可以到超商領券了 還可以喝免費的咖啡 新北加倍券正式發放 數號一早不少中獎的幸運兒 來到超商門市對領 拿到券的那刻 已讓民眾很開心 總共是一張是一萬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換一錢的 然後總共十一份這樣 去那個機器台然後按的 然後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中獎民眾只要攜帶身份證證本 兌換序號以及紙本五倍券 到超商機台領取 整個兌換過程流暢快速 不到五分鐘就能完成 還加碼贈送一杯美式咖啡 幫媽媽抽中了 然後就想說趕快來換一下 趁就是現在店家 都有推促銷活動的時候 看可不可以來買東西 也有民眾拿到券 立刻到新北市加倍券 店家消費 今天剛好第一天 然後我也兌換到了 就還蠻幸福的 就想說那來買一下運動用品這樣子 歡迎大家到我們新北一萬六千家的 市場夜市攤商 商圈商家旅館 觀光工廠等來進行消費 包含市場夜市商圈等店家 統統都能使用 新北市也說明 商家名單可在網站查詢 希望振興新北經濟 也讓民眾花得開心 TWN新聞 蔣正安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回應 議員